剛剛最新一報的一個警報單 現在它的暴風圈持續籠罩的就是 花蓮以南 還有台中以南 跟澎湖 蘭嶼 綠島地區 但是在過去三個小時 它的中心點幾乎是滯留在原地的 所以說它現在距離我們的陸地 非常非常的一個接近 大概只有十公里左右 不過就像惠雲剛剛所說的 現在呢 因為它的路徑 在過去幾個小時 又稍稍的往南偏了一點點 也因此呢 有可能 它要嘛就是會登陸 恆春半島一帶 時間點可能會是落在 也許九點之後 或者說它甚至有可能 中心點就不登陸了 直接從我們很南端 很靠近陸地的一個近海擦身而過 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說恐怕要接下來看看 它會怎麼移動 才能知道它到底會不會有登陸 不過可以知道的是 它的路徑現在稍微的出現偏移 也是因為它的速度很緩慢 它幾乎滯留的狀況之下 就很容易會搖搖擺擺 可是它速度一慢下來 影響我們的時間就會更長了 也許呢 暴風圈要脫離本島的時間點 有可能就會往後延到 明天的有機會是中午過後 也因此海景 陸景影響時間也會在拉長 這是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的 而接下來它的一個路徑顯示 它會往南海的方向前進的機會是比較大 包含我們可以看到像是歐洲 美國 加拿大 日本也都一致認為 它是往南海的方向相對來說比較大 但是日本則是認為有可能會在台灣海峽附近 可能會稍微有一點北轉的一個趨勢 所以目前看起來在進到台灣海峽之後呢 還有這一個大圈圈代表的都是 還有70%的機會 有可能會有一些不確定性 所以要特別提醒 如果接下來有要往中國大陸前進的觀眾朋友 就要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氣狀況了 那麼另外在降雨的部分呢 也要帶您來看了 今天開始在花蓮台東地區橫川半島一帶 風雨開始變得非常明顯 就是因為它的中心點呢 現在非常接近我們南端的陸地 帶您來看到的是 今天的最大雨量 在屏東地區橫川半島一帶 已經來到了230多毫米 那麼另外呢 在過去一個小時 在這個西大午山的石雨量 也有在60毫米左右 所以說在它的眼牆附近呢 是很容易會帶來這種強風奏雨的 花蓮還有台東屏東山區橫川半島 會一路從今天現在開始 這樣子明顯的降雨會一直下到晚上 所以說目前呢 也針對花蓮的南部 還有台東山區 以及在屏東山區 橫川半島一帶 現在呢是發布了黃色的土石流警戒 提醒如果沒有重要的事情 千萬不要前往山區 甚至呢我會建議在颱風過後呢 也先不要前往山區 因為現在它有很多的一個降雨 累積起來它的土石的水含量很高 是很容易會造成一些土石流的影響 那麼接下來的一個降雨狀況呢 也帶你來看到 剛剛提到了在北部東半部地區 橫川半島一帶 今天持續有雨 但是南部地區在剛剛的時候 有些人就說 無風無雨是不是 還沒有感受到颱風的威力 其實是因為颱風的中心點 現在很距離我們台灣的東方 非常接近陸地 但是呢因為呢 這個逆時針的環流 還是有受到中央山脈的一個阻擋 可是接著等它慢慢的通過之後 風向就要慢慢轉變了 到時候南部地區 從今天午後開始到晚上這段時間 逐漸的也會有一些間歇性的降雨了 而且有可能會來到局部的大雨等級 那麼另外呢 花東地區的雨勢當然還是持續下去 因為一直都處在迎風面的關係 恐怕就要等到颱風 明天來到台灣海峽部分的時候 在東半部地區的雨勢 到了晚上入夜這段時間 才會慢慢的緩和下來 可是不要以為這樣子的天氣 等到颱風走之後就會很穩定 因為呢 在颱風離開之後呢 北邊還有這個東北季風影響的關係 所以說再加上 颱風的水氣會流 在東北部地區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比較長時間的一個降雨 不過目前看起來 因為東北季風並不是到很強 所以說這個共半效應也不是那麼明顯 只是呢 接下來在天氣方面還是不太穩定喔 所以說全台各地 局部啊都還是會有一些降雨 特別是在北部東半部 相對來說 降雨的機率比較高一點 所以馬上就要迎接雙十連假了 如果說有安排戶外行程 我還是會建議觀眾朋友最好把雨 雖然雨劇都帶在身上 蕙昀 好 所以我們可以說小犬的最強風雨已經過了嗎 還是說今天整天都還是會在警戒範圍之中的 因為你剛提到的是說它的路徑稍稍的往南偏移 接下來有哪些地區的風雨 是必須要特別緊接留意的 舒芮 好 社會沒有錯 今天就是小犬影響我們最劇烈的時間點 特別就是現在 因為它的中心點真的離我們好接近喔 我們再來看一次它的一個移動路徑喔 在過去的幾個小時 它幾乎是滯留的一個狀態 現在呢距離我們鵝鵝鼻 大概是10公里左右而已 就在家門口 可是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因為呢 颱風呢 它在經過我們這附近的時候 它的暴風圈還是有掃到陸地 所以說受到整個中央山脈的影響之下 地形多多少少會破壞它 那麼也會影響到它的一個路徑 也許有可能因此慢了下來 但是颱風喔 它只要速度一緩慢的話 就很容易遙遙白白 所以說呢 才說有可能不會登陸 也有可能會從它的這個近海通過 所以說接下來就要等它 在逐漸的往西移動之後才能而定 但是不論如何 它都一定會為我們帶來 很明顯的一個降雨嘛 包含剛剛提到了 在整個花東地區 恆春半島地區 今天呢 都是風雨最大的時間點 因為我們從雷達回波上面可以看到 在中心點的這個部分 的眼牆深紅色的地方 現在呢 也籠罩在我們台東南端 還有恆春半島一帶 這也是颱風它現在最強的一個地方 會有很容易出現強震風跟豪雨 甚至有機會出現14級以上的強震風 所以說台東地區 恆春半島地區 甚至藍雨綠島 而且接下來的包含 像是澎湖地區都要小心了 這樣子14級以上的強震風 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麼其他地區呢 包含我們可以看到 在受到台灣海峽地形跟山脈地形影響之下 造成的霞管效應 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今天風也很強勁哦 昨天甚至遠在桃園的新屋 都有觀測到10級的一個強震風 所以說今天是小犬離我們最接近 甚至有可能中心點通過的一天 那麼風速當然會變得更強了 西半部地區也還是有機會出現 9到12級的強震風 可能要等到星期五 甚至週末的時候 這個風才會慢慢地緩和下來 那麼剛剛有提到了 其實在過去幾個小時 它幾乎是滯留的狀態 可是我們可以發現 在它影響我們之後 確實結構有受到影響 這個是今天凌晨0點的一個雲圖 可以發現它呢 到在這個時間點 是來到了中台的上限 也就是中台的一個巔峰 它的結構非常扎實 而且很渾厚 包含它的颱風眼也很明顯 可是現在在剛剛8點的這個雲圖 就可以發現這種紫色的地方 已經有點被破壞了 而且颱風眼也不見了 所以確實它在接近我們的時候 結構是有受到影響 稍微破壞一點 所以說在過去三個小時 它的強度有稍稍減弱一點 不過現在還是維持在中台等級 因此不能掉以輕心 那麼剛剛也對您提到了 在風的部分之外 浪的部分也要小心了 因為在中心點附近都會有5到8米的一個浪高 所以說目前在沿海各地 都有出現4到5米以上 那麼甚至在台中 還有台東地區 有觀測到7米以上的一個巨浪了 那麼甚至我還要提醒觀眾朋友 儘管颱風週五週六之後慢慢遠離 但是浪的部分還是會持續影響我們 所以這個週末也盡量不要前往海邊 當然山區也是不要前往的